今天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 意味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已具备承载国际及地区航班的运行能力 同时机场也首次迎来了前来参加成都大运会春团会的嘉宾 我们在一号航站楼的到达出口看到有许多大运会的礼仪专员 为前来参加春团会的嘉宾提供指引服务 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许多这样的指示台引导嘉宾来顺利到达上课点 春团会我们这次采取的抵御服务方式是接近一对一的 也就是说在它前端就是说它购买了机票以后 我们会全程跟各大行司然后民航系统然后来核对它的购票信息 然后一直到它的登机信息一直到它的入境信息 同时然后我们协调海关和边界为他们开设春团会的客户群的 专用的这个通道和一些通关的便利 然后来确保我们的客户群 然后能够顺利的登机路径 一直到我们的专用上课点 然后乘车然后前往我们的官方住宿地 我们春团会的官方抵律地点就包括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然后和成都公站这个抵律服务是提供24小时的 就是这种一对一的服务 是在出站口这边接他们 然后引领他们前往上车点 在过程中可能如果他们对成都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能会介绍一下一下成都的文化呀 或者是推荐他们的景点呀 我的航选了非常棒 是的 和很棒的选择也 所以当我来到 我变得到 我变得到 它是美丽的 它是维织的